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究竟做梁茜茜 當時的人覺得單車人 排行的兒子才會玩 而且家長覺得 踏車比較危險 樽茜曾經是單車港隊代表 也發現不少人對單車運動有誤解 對於運動有誤解很多 或者覺得很危險 或者覺得東西很貴 我都应该把这个正确的讯息告诉他们 教练沈金康看到黄金堡13年来吃尽苦头 吃了很多很多 通常现在的年轻人 素不能够吃不能吃瘦胆的种苦 为了做单车运动员付出青春 黄金堡旅败旅战 几个月前终于赢到世界冠军 披上最高荣誉的彩虹战衣 这次能够做到 我相信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们会很自信地觉得阿宝得 我们都可以 为了准备明年北京奥运 香港单车队的成员正在积极在内地集份 34岁的黄金堡是队中的老大哥 人人都叫他做阿宝 这一天就由他带领港队一些年轻队员 在深圳的龙江接受训练 他们踩单车去到50公里外的南欧镇 在一条公路上不断来回地冲刺 七个小时踩了200公里 他们都坐在单车上 我们练习的时候就不会有休息 我们休息可能只比较速度慢一点 还有我们因为时间比较长 我们整个过程都在单车上补充 你看到我们单车袋后面有些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全部一直在单车里面做完 再加点速度 呼吸心跳多少 152米老兄 还有力气呢 跑得快冲上去冲 做了港队教练13年的沈金康 对运动员要求很严格 每天都有大量训练 锻炼他们的肌肉 增加心肺功能 以提升爆炸力 按照一般印度上说 这叫魔鬼色 地狱色的训练 很痛苦很痛苦 就是说 很快的冲刺的速度 可能冲一分钟或者三十秒 或者是十秒钟 这是根据要求 很快他的心脏就跳动到180 190 接近200 然后再放慢 然后可能在两分钟 三分钟里面 进行第二次这样的训练 然后再放慢 再进行这样的训练 就不断地反复地刺激他 日后的训练非常严格 晚饭就是最轻松的时间 大家都很享受眼前的食物 吃完饭 休息一会就会睡觉 生活很有规律 晚上譬如奶茶咖啡 我们不准喝 就是不会去越过这些线 比如晚上十点钟睡觉 我们全部都是十点钟 那就睡觉了 很多时候 朋友说来找我们去玩 我们都尽量去拒绝他们 阿宝在港队十几年 是年轻一辈的榜样 但原来他小时候很远 自小在沙田匿原村长大 阿宝说自己常常不家 出去玩 其实很无聊 不知道玩什么 有时候可能突然踢球 突然踢单车 突然又踢Lora 然后有时候就来玩 竹鱼印、薄莉莉 什么都有 你看看这里像不像龙门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踢球 在单亲家庭长大 妈妈要照顾他们七兄弟姐妹 阿宝小学开始就没心思读书 行为反叛 是街坊眼中的边缘青年 在屋邨里面有时候 总是看到一群好弱的小朋友 不遵守屋邨的规矩 可能不准踢球就踢球 不准踢球就踢球 不准踢车就踢车 或者有时候很晚都不回家 整群困在一起 几个 B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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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面铺老板B哥 认识了阿宝二十多年 看着他大 他说当年见到他的情况 都很替他担心 无所事事 晚上天堂时间 整晚在街上游荡荡荡 没理想 不知道为什么好 读书都不一样 真的危险 多些人有的话 一定是愈歧途的 一般一般之间 而在那个情况之中 他找到单车 如果找不到单车 他已经不是今天的黄金寶 看着 看着 在1991年 阿宝贏到亚洲青少年 錦标赛冠军 可以说一名惊人 但是他的单车路途 并不平坦 第二年 在外地集困 因为有队员打架 而他就擅自离队 被罚停赛两年 两年没踩单车 復出的时候 他也有点犹疑 第一就是收入的问题 因为当时超过了18岁 我经常有一种观念 就是过了18岁 就不要靠家人 或者是你不给钱 家人也算了 但不要问他拿 第二个问题 就是觉得 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教练 比我更大我才肯 后来 因为有人赞助他一年的生活费 阿宝再度投入单车运动 前国家队教练沈金康 正好来港任教 他发现阿宝有比人强的天赋条件 他当时的轻眼的时候的心肺功能 就已经是一般的成年营能源的能力 而且按照他的年龄后 他的训练的基础来计算 他以后可以成为一个 在亚洲区域里面很领先的心肺功能 就是说我们所耐力水平 是会很高的一个营能源 当年阿宝的目标 就是要成为亚洲冠军 沈金康和阿宝定下训练计划 就是头四年要踩15万公里 而且一天都没得休息 阿宝结果都做得到 他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 而且吃了很多很多 通常现在的年轻人 是不能够吃不能吃瘦的种苦 他好风球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出门了 他在信仰坛训练 98年在曼光亚运 拿到单车金牌 之后又赢到亚洲多个重要奖项 黄金堡被传媒 誉为亚洲车臣 教练认为阿宝可以转去 场地赛发展 但是令他们意料不到 就是有三年时间 阿宝的成绩陷入低潮 我由公路转去场地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大概三年 公路成绩不好 场地成绩不好 周边很多人认为我 可能年纪大 可能成绩不好 那时候就是最伤心 和最失忆的时候 阿宝想过退出单车运动 但是身边很多人支持他 包括80年代的首席单车手 为阿宝和红松蔭 他们两个认识了十几年 当年阿宝直直无名 视红松蔭为偶像 于是朋友就找了他为阿宝打气 我们的鼓励很简单 踩单车 给什么 有前途 就是这样 其实是否真的有前途 那时不知道 这个令我很感动 还有很有希望 连一个最好的运动员 都会出来支持我 阿宝说 在红松蔭的年代 单车运动既没有资源 又没有支援 但是他们那一辈的单车选手 都有很出色的表现 阿宝说要学习他们的努力 和坚持 有时候有困难 或者条件不好的时候 都会想起他们 他们在那时候都这样去做 自己现在在这个这么好的队 都不做得好一点 那真是对不起他们 曾经觉得阿宝很冷散的B哥 见到他现在叛约两人 好专注地去做一件事 又不怕辛苦 他说有时自己都未必做得到 我听他说 他每天有练习 打单车 打200km 駕车200km 很辛苦 打单车200km 每天最少的 那是挺辛苦的 而黄金堡可以这么本事 辞之以行 每天都是这样做 因为他搞到我的 他发教我的 我都可以用心 每天做应该做的事 不要太辛苦 唱声响起了60个圈的比赛 就开始了 男的战衣的就是黄金堡 阿宝今年初更加创造了 亚洲单车运动员的一个奇迹 半个轻的优势 他在世界单车场地錦标赛之中 突围而出 阿宝一直保持着 半个轻的优势 真是为香港人争奉 黄金堡最有从事 令到最一本 蔡庸智治世界冠冠 黄金堡终于成为世界冠冠 第一个世界冠冠的香港人 几个月前 阿宝拿到世界冠冠 朋友为他搞慶祝会 有超过200人参加 阿宝和人分享喜悦之余 亦都鼓励青少年要有理想 无论是做方方面面也好 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去做 我相信不论是成绩达到的 当然更加开心 但如果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 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成功 黄金堡由读书不成的屋邨仔 成为世界级的单车好手 有人甚至说 阿宝更加帮香港的单车界 赢到一个永久的室内场馆 令到这一项运动 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下一节再看 大清组工作人员正忙于 为即将举行的单车公路赛做准备工作 梁洪德是单车联会的公路赛主委 他是80年代的单车选手 当年参加比赛都要瞞着家人 当时的人觉得单车是一个烂仔才玩的 而且家长觉得踩单车也比较危险 至于现在 因为本身形象改变了 他说近年黄金堡为单车界铝获殊荣 令到很多人对这一项运动改观 不少家长都支持子女踩单车 甚至参加比赛 另外也有很多青少年 因为阿宝的成绩 而迷上单车运动 我们总不能够 每个人都像阿宝那样 他赢了世界冠军 他感染了其他人 其实他这个层次是最好的 因为他可以令到很多人都觉得 会仰慕他 从而参加这个运动 十年前受阿宝影响 而学习踩单车的赵少俊、俊仔 现在23岁 是南华单车队的队长 他说这一项运动影响他的成长 因为其实我未踩单车之前 读书不是很专心 个人比较松散 但踩单车之后 我反而明白到 其实原来一个人 是可以捱得这么厉害 还有一个运动 其实是需要很克服 要明白到很多东西都要付出 反而令到我读书成绩 或者是交的朋友 都多了 成绩都好了 所以我觉得单车运动 反而是有正面的作用 去年大学毕业 现在从事市场推广工作 俊仔公寓时间 很投入单车队 队员由几个人 增加到二十多人 他说不可以抗拒单车的吸引力 其实单车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 因为它是自己玩也可以 很多人一起玩也可以 还有它有速度感 单车很漂亮 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 真正来说 所以我相信会很吸引人 两个月前 在马尿水举行的功劳赛 俊仔和队友都有参加 赛前他们商量战术 他主要是抢分 亦都会趁一些机会 派一些人去准备 我们会有一些 适当的时候去准备 其余的人我们会帮助 令我们冲刺的运动员 有最好的体力 有最好的位置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 最重要的是安全 比赛开始 队友仇多名沿途领先 在两个冲刺圈拿第一 得到10分 而俊仔由于粗练不够 只能够配合其他队友 做掩护的作用 期间更加有车手发生意外 比赛开始没多久 更加落大雨 最后瓶仔的队友 仇多名拿到第一名 很开心我的队友帮了我 有几次得位成功了 让我拿到头两个五分 让我赢的机会 大了和大了状态 下雨之后很辛苦 但因为拿了10分之后 怎么也要顶下去 单车运动员出身的梁洪德 统筹过很多单车公路赛 他说每次办公路赛 都要向政府部门申请封路 越来越难获得批准 我们以往每年的单车比赛 公路来说 有差不多接近30场比赛 但今年来说 我想我们暂时 都没有超过10场比赛 但现在这个时间 已经是我们一季的最尾 所以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二 如果我们单车比赛 是少的时间 很多时候运动员 觉得没有比赛的时间 他就不去训练 他不去积极 去投入的时间 他不能带动水准提升 由于公路赛减少 一班单车发烧油 近年自发搞扰大圈活动 每个星期日大清早 五十多部单车 由大埔出发 经沙田、泉湾去元朗 再由上水返回沙田 全程一百公里 要三个多钟头 俊仔都经常参加 感觉很自由 我们不懂得飞 但真的不需要穿地 速度感很高 亦都要克服不同天气 不同路面 有些考验 可能在香港加上 又要跟车搶路 车都不会让你 所以你不要慘 都要很小心 也要小心 但是过程也很开心 六年前 俊仔还和朋友 一起玩山地单车 经常去到郊野 挑战崎嶇不平的山路 你又可以接触大志 因为我们始终住市区 很多时候 要去这么宁静 这么舒适的地方 就很少这样的机会 在这么好的环境 再加上自己最喜欢的 单车 真的很开心 再加上路段 特别要有技巧 这条路有很多起伏 你觉得很舒服 很爽 单车 其实从小到大 都大比我很多欢乐 因为西哥 我不是踩竞技单车的时候 就像有些单车劲 我就一美踩 游山换水 觉得好玩 每天踩单车200公里的黄金堡 就算放假 都会踩着单车四围去 参加过无数公路单车比赛 在漫长的公路上 好像孤君作战 但是阿宝说也很有乐趣 我自己很享受比赛的过程 而且我自己在公路比赛 其实最主要的环节 我觉得是等待 因为其实你看到一场比赛 可能是五至六个小时 其实最关键的时候 可能是十分钟里面 你能不能够突围 能不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公路比赛 你要耐心去等待机会来的比赛 我觉得一点都不会 虽然你说的过程是等待 其实等待的过程 就真的好像钓鱼 随时会有事情发生 随时会有事情会发生 随时会会 赛果会改变 其实心情是很紧张的 过去十三年 和教练沈金康四出比赛 有人形容他们是黄金组合 可能很多人说我和他们是父子 或者好朋友那种关系 其实反而我觉得 我自己和教练 会更加明显大家的身份 而且我觉得 是不会去跨越这个身份 因为知道 其实这个训练 要求 还有如果是关键很好 反而是做得不好 来了十三年 好像单独跟他两个人去餐厅吃的 好像吃过一次泰国菜 一次那个茶餐厅吧 我们没有在一起的 但是呢最好的主要在哪里呢 他接受了我的训练计划 我安排了他的训练计划 01年第九届全运会 黄金宝赢到功劳赛的冠军 冲仙一刻就是在深圳龙江这里 现在经常来这一道集份 阿宝说 有时都会感怀身世 其实我每次来这里 都很有感触 还有很触动我的心情 因为 这里有个很漂亮的单车场 其实我很少跟别人去比较 比如可能香港的朋友 同年纪的朋友 或者是童年的人 可能会是否很成功 会开很漂亮的车 或者住很漂亮的屋 这些其实我自己不太在乎 阿宝说 自己从来都不求物质和生活享受 但是见到龙江这个 这么有规模的单车运动场 他希望有一天 香港都可以有一个 可能我不只是退休 老了 都见到香港有好的单车运动员 或者我去的新场地 去支持我们香港的运动员 这个是我自己的梦想 去年年底 在多哈亚运会 黄金宝和张敬伟 拿到两面单车金牌 与此同时 政府亦都宣布落实在将军澳 建一个室内单车场馆 阿宝多年的心愿 将会在五年后实现 其实我觉得单车队赢了 我觉得是一个场地 我觉得是最大的赢家 我最开心的反应是这 读完中一就没有读书 阿宝做过厨房工厂和售货员 曾经对前途很迷惘 我小时候读书 不太喜欢 但是在运动方面是很好 其实我自己 看一本手冊 真的会吓人 可能寄两个大个 三个 两个小个 但是唯一 有试过给学校寄功 就是寄代表学校参加体育 就有个优点 就是这样 阿宝曾经说自己是三毛运动员 没有车 没有房子 没有女朋友 心里面只剩下单车 虽然很多青少年都视阿宝为偶像 但她就不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我经常都去了这些 转单车辛苦吗 辛苦 习惯了就不辛苦 如果你说你突然间 好像和我一起练习 就比较辛苦 踩单车 是不是你的成功的一步 就是踩了那么久 我自己觉得不是 我自己觉得成功的定义 是可能帮到人类做些好的事情 譬如做一辆飞机 设计在大厦 有很多人可以用得著 這些我覺得是成功 例如我做運動員 可能拿到金牌 我覺得不是成功 雖然黃金寶認為自己不算成功 但國家主席胡錦濤最近訪港 都稱讚他在單車運動的成就 比黃金還珍貴的寶貝 阿寶希望自己的故事 可以激勵青少年 堅持理想 永不放棄 我覺得香港很多青少年 他們自己定的目標 定的夢想 其實都可以定得高一點 大家都知道我在沙田長大 一個家圈齊 能夠在這個單車圈裡 成為最好的一個成績 我覺得其他香港的青少年 在哪一個項目裡 只要自己有一個理想 我相信都可以做得到 阿寶得 我們都可以 再次來電影 是美亞柳民保廚具特約 不貪不水 常鮮騙 工作環境惡劣 勞工保障不對言 內地工人如果因工永久相殘 可以怎樣做呢 星期日檔案,下星期日晚7時半 我剛剛已經決定了…